哈喽大家好,我是沃尔的姐,这里是和秋叶一起学office之沃尔的篇 自从上一次,我们帮助老板完美解决了制作文档的任务之后呢,就得到了老板的重用啊 所以呢,我就被我们这个老板去安排完成更多的文档制作任务 你看,这次他又让我们制作一份商业计划书,而且要求我在下班之前完成 你要知道一份商业计划书,少说也有几十页,甚至上百页 看来今天又在加班了,但是呢,加班肯定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加班,因为我们要制作一份商业计划书 为什么制作商业计划书就一定要花长时间需要加班呢 那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制作商业计划书这类大型文档的套路 所以这一章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制作大型商务文档的三大套路 让我们的效率能够大幅的提升 首先,这一节课,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套路,定框架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定义文档的格式 很多人呢,拿到商业文档之类的制作任务的时候 都会感觉不知所措,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对于商业文档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印象 不知道它应该做成什么样的格式 所以在接到这样的任务的时候,我通常分成两种类型来进行处理 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公司当中有一定的文档的模板 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去问我们的同事或者老板 把这份文档的格式拿过来 然后直接填出内容就可以了 第二种类型呢,是公司没有这样的商务文档模板 我们需要自己去创造这样的格式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招标公司 或者我们的商业合作伙伴 问问他们有没有文档格式的要求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只能去百度搜索一些优秀的商业文档格式 来做一些参考 因为我们相信,一份专业的商业计划书 肯定有一套完整的格式 比如说标题的字号,大小,标题的字体 段落的段前段后间距,行间距等等 肯定都是一套完整的格式的 我们把这套格式整理出来 制定一份格式的规范表 然后再根据这一份规范表 去制作我们的文档格式 这样子的话,才会让我们的文档变得更加有条理 更加的专业 即便我们的格式有一些问题 那么或许我们在修改的时候 也会更加有迹可循 第二部分,套用文档的样式 前面我们提炼出格式的规范表之后 接下来就是把规范表中的设置 添加到文档当中了 相信这一部分呢,你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了 因为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详细学过了 比如这里我们要设置正文的样式为送题小字号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在开始选项卡中找到样式工具栏 在正文这个样式上面点击右键选择修改 然后点击左下角的格式 就可以看到字体,段落,指表位,边框,语言等等各种选项 我们可以进行详细的设置 这里我就不再一一演示了 我们只是根据格式规范表当中的设置 修改字体,字号,行间距这些信息 首先我们选择字体 然后在中文字体这个列表当中寻找送题 这里呢有个小小的技巧 如果字体比较多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手动的输入字体的名称 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需要的字体了 然后呢,字号我们设置为小4 然后点击确定 接下来设置它的段落行间距 我们把段前段后设置为1.5倍的行间距 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非常讨巧的设置 就是快捷键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正文这个样式来设置快捷键 我们把这个鼠标放在下面这个选框当中 按下alt1 这里呢我们推荐使用alt加数字键来设置这个快捷键 然后点击指定 这样我们就为正文这个样式呢 添加了一个alt加1的快捷键 然后点击关闭 确定 类似的 我们再参考这个格式规范表 依次设置其他表题的样式 把整份文量的样式呢都做到规范化 样式修改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刚刚我们设置好的alt加数字这些快捷键来修改文档的样式了 第三个部分 套用多级列表 前面我们搞定了文档格式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紧接着添加多级列表 给各个级别的标题呢 添加自动编号 在添加这个编号之前 我们最好在纸上打一个草稿 把我们所期待的各级标题的样式 简单的绘制一下 比如我们一级标题想让它显示第一章 那么接下来的二级标题是1.1 再往下是1.1.1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去设置这个多级列表样式的时候呢 目标就会更加明确 我们打开这个文档 然后把鼠标放在这个一级标题上面 然后在开始选拥卡中 点击这个多级列表的按钮 选择一个我们喜欢的样式 比如这里我们选择这个样式 然后呢再次点击这个多级列表的按钮 点击自定义新的多级列表 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了多级列表的设置选项当中 首先设置这个一级列表 选中这个数字 然后设置这个编号的样式 我们点击选择汉子的123 然后再数入编号格式这个选项当中 我们可以为这个数字添加一个前坠 比如说D 然后呢后面再添加一个后坠张 这样就是DN张的这样一个样式 点击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级标题 就顺利的变成了第一章的样式 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个多级列表的按钮 选择定义新的多级列表 选择这个数字2 这样的话我们就针对第二节标题 进行了一个修改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编号的样式呢 变成了汉字1加数字1 这个很显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需要把前面这个汉字 改成数字1 怎么改呢 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个更多按钮 然后找到一个正规形式编号的选项 把它勾选住 这样的话前面那个汉字就变成了数字1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二级标题的一个样式的设置 然后我们再选择数字3 设置数字3的这个多级列表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也是一个汉字1 我们还是勾选正规形式编号 把这个变成数字1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多级列表的设置 不过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像你所看到的一样 只有我们当前选择的这个标题 应用了这个多级列表 那要怎么让所有标题都应用这个多级列表 并自动编号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标题样式上面 然后点击右键 选择更新标题 以匹配所选内容 点击 可以看到所有的标题都自动的完成了编号 这样才是我们一份专业的商务文档 所应该实现的效果 有了这样一份完整的格式之后 我们再去制作一份文档 哪里还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10分钟就够了 课程的最后 按照惯例我们快速总结一下本节课程的知识点 首先第一点 文档的格式 编写文档之前呢 一定要在脑海当中构思一下 我们这款文档要做成什么样子 并且梳理出格式的规范表 避免后续不必要的反攻 第二点 样式 根据我们之前梳理好的格式规范表 直接在样式菜单当中修改对应的样式 可以快速完成正文啊 标题等格式的排版 第三点 正规形式编号 在设置多级列表样式的时候呢 需要恢复成1.1.1形式的编号 一定要记住勾选多级列表当中 正规形式编号这个选项 好了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不过呢 现在这些知识点 只是停留在本节课程当中 想要把这些知识变成你的吗 抓紧下载参考资料 自己动手做一做作业吧